近日,台湾女歌手肖亚轩在社交平台晒出镜照。 她素面朝天,憔悴难掩,头发也没有打理,随意散乱着。 她盯着镜头忧虑重重。 肖亚轩还晒出一张被狗咬后的恢复照。 从照片中能看到她脸上的伤痕还是很明显。 虽然经历了多次手术,但效果不佳,且皮肤泛红,太敏感。 7月6日凌晨,肖亚轩发视频宣布,与小她16岁的男友黄浩分手。 她在评论区写道,双方的想法不太一样。 女方还有自己的梦想,男方也有自己的想法。 此前,肖亚轩带男友黄浩,曾来内地录制多档综艺节目。 如女儿们的恋爱,吐槽大会等。 在女儿们的恋爱中,两人感情似乎就已生变。 比如黄浩会刻意说出,喝完这口你就会年轻十年这种话,引起肖亚轩的不满。 肖亚轩与黄浩相差16岁。 网报两人分手后,她的部分资产被小男友转移,但她也认灾,因为钱是合法转移,追不回来。 为何一代天后肖亚轩会变成这样?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肖亚轩的故事。 1979年8月24日,肖亚轩出生于台湾桃园市。 她的父亲叫做肖瑶,人也确实很肖瑶。 在肖亚轩5岁时,便选择远赴美国读博士,离婚后抛弃了肖亚轩和弟弟。 这一走,就是三十多年,对他们母子三人不管不问,毫无联系。 父亲对肖亚轩来说是陌生和空白的,她从小就缺少父爱,这也为她以后极度缺乏安全感,频繁恋爱埋下了深深的种子。 由于母亲非常繁忙,肖亚轩和弟弟是跟随外婆长大的。 外婆对他们的管教非常严格,把她的课余时间排得满满的,学习钢琴,书法等等。 她还加入了学校的田径队。 小时候的肖亚轩骨子里的叛逆就显露出来了。 她常带着弟弟爬树,摘人家巴拉,一次还负气离家出走。 按她自己的话说,从小我就皮很硬,很厚,别人骂也不听, 骂完明天继续再做。 从小言于滤己,为她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身上的个性也为日后的选择埋下了隐患。 再来说说肖亚轩的妈妈叶秀玲。 简直妥妥的女强人啊。 她抓准时机投身电子行业,成立半导体公司原超国际, 赚得盆满钵满,身价过亿。 1996年,家中便把17岁的肖亚轩送到加拿大温哥华学习服装设计了。 而这也为肖亚轩带了一个她意想不到的改变人生的机会。 当时,很多香港人在加拿大做生意, 不少比赛也会在这里进行初步的海选。 1998年,一次肖亚轩无意中看到了TVB主办的华人新秀歌唱大赛。 在朋友的鼓动下,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 虽然没能够拿到冠军, 但是她却被台湾著名音乐人姚谦看中了。 说起姚谦,那可是大有来头。 她给多位天王天后合作写歌, 比如张国荣,王妃,梅艳芳,经典曲目鲁冰花,我愿意。 原来你也在这里,味道等等都是她创作的。 1999年,20岁的她便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 里面共有十首歌,都是精心打造的。 比如耳熟能详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还有灵溪作词的突然想起你, 到现在都还是经典啊。 第一张专辑肖亚轩就爆了, 光在台湾就卖了50万, 成为那年台湾唱片肖亮冠军。 随后几年,她又相继出了专辑 《红强威》、《明天》、《四优》、 《爱的主打歌》等等国语专辑。 各种奖项拿到手软。 01年,拿下香港十大国语唱片肖亮大奖, 世界音乐奖全球最佳华语歌手奖。 在香港红看体育馆办演唱会, 成为张惠妹之后第二个上红看的台湾女歌手。 她还和蔡依林、孙燕姿、梁静如被称为四小天后, 误打误撞成为歌手, 获得大佬的赏识, 一出道就爆红。 她的运气不得不说实在是太好了。 当然事业有成, 爱情也没落下。 肖亚轩的《展男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一个又一个的美男, 败倒在她的十六群中。 被爆出的第一任男友, 是她在参加华人新秀歌唱大赛认识的祝梵刚。 她曾是偶像团体183Club的成员, 《明道》也是其中之一。 不过,这段恋情因为异地等等因素, 没多久就结束了。 走红后, 肖亚轩又和第二任男友龙晨汉走到了一起。 当时龙晨汉就是个三线演员, 没名气,实力也很一般, 长相也不帅气。 和肖亚轩之后的男友们真的是差远了。 当时两个人拍拖, 就让很多人跌破眼镜。 结果, 龙晨汉跟肖亚轩当时的闺蜜侯湘霆偷情, 活活给她戴了顶绿帽子。 当时, 肖亚轩和侯湘霆同是一个公司, 肖亚轩把她当成妹妹一样照顾, 还把身边的男性朋友介绍给她认识, 非常信任她。 没想到侯湘霆和自己的男友鬼混到一起。 2002年的一天, 肖亚轩将偷情的两个人堵在房中, 抓了个正着, 反正也被抓到了。 两个人后来竟然公开了关系, 光明正大的走在一起。 2003年, 台湾第一帅王阳明从美国回台湾, 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肖亚轩。 她坦言, 我和她忽然四目相交, 觉得这女孩很正。 肖亚轩也觉得她很帅, 看对眼的两个人如干柴烈火, 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王阳明比肖亚轩小了三岁, 从她开始, 肖亚轩全都是姐弟脸, 再也没搞过比自己大的男人了, 堪称她情史的转折点。 坠入爱河的她, 做了很多任性的事, 在她最红的时候, 放下了事业, 飞到美国纽约陪男友读书。 她说, 在纽约过的是家庭主妇的生活, 因为有钱, 对物质没什么概念, 甚至还买过三千多一块的牛肉。 租房买东西, 肖亚轩在纽约花费高达上千万元。 她还自爆, 当时可以去演《异计回忆录》中 与张子怡演对手戏的《南瓜一角》。 为了爱情, 她还是推掉了。 肖亚轩和王阳明在一起时, 中间也分手, 在空荡期, 肖亚轩认识了台湾台皮, 篮球队队员毛家恩, 也是比她小三岁, 这是第四任男友了。 不过, 两个人在一起仅三个月, 然后肖亚轩又和王阳明复合, 最后, 对方还是辜负了她, 被传劈腿, 最终, 两个人在06年彻底分了手。 在事业上, 其实她也有些倒霉, 2005年她加入华纳, 一手牵下肖亚轩的陈泽山跳槽, 她的新专辑的发行一拖再拖。 当时, 为了制作这张新专辑, 肖亚轩推掉了大部分活动和商业, 经济损失估计超过3000万元。 结果, 直到到了2006年12月, 专辑1087才正式发行。 这张专辑被肖亚轩的粉丝称为神专。 里面的表白至今还是经典, 代言人, 然后等等歌曲, 现在听起来也很高级, 很好听。 不过, 当年蔡依林新发了专辑《五娘》, 这让她拿下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 肖亚轩则略显逊色, 很多人说, 如果她巅峰期没退出, 好好利用这三年, 可以更大红大紫, 不至于让其他同实力的女歌手占领了市场。 有时候, 她那招人喜欢的叛逆和个性, 也成了她事业进步的拦路虎, 但好在帅哥小鲜肉们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 自从和王阳明尝到弟弟的甜头后, 肖亚轩的绯闻就没断过。 07年被传出和混血男模白子轩搞暧昧, 她也成了肖亚轩的绯闻男友, 小她六岁。 08年5月, 肖亚轩与混血男模李安卓恋爱, 她曾在肖亚轩的MV中出镜, 她也是非常帅啊, 小她五岁。 不过这段恋情维持一年就分手了。 09年, 肖亚轩被曝和李威恋爱, 在夜店亲密合照。 不过肖亚轩否定了, 说只是好朋友。 10年, 她被拍到和周汤豪回自家住宅, 还有在日本一同游玩, 周汤豪比她小八岁, 也很帅气。 同年8月, 肖亚轩又被传出 与小八岁的香港男模梁药姬 在夜店相识, 在一起了。 但肖亚轩否认了, 我只在聚会上见过她一次, 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她还表示, 自己并不喜欢姐弟恋。 这, 妥妥打自己的脸啊, 你找的可都是弟弟。 12年9月, 与柯震东公布恋情, 她小肖亚轩12岁。 要知道, 当时柯震东可是妥妥地当红小生, 资源好到爆。 肖亚轩撩男人真的很有一套。 14年, 两个人分手, 肖亚轩又和艾绕石正祥走到了一起。 她是吴建豪的小舅子, 超级富二代, 人也是很帅。 小肖亚轩四岁。 16年, 肖亚轩和石正祥分手, 和嫩版阿汤哥传出绯闻, 是一名外籍男子, 也是很帅。 17年, 肖亚轩又和高尔夫选手陈叶走到了一起。 她小了肖亚轩13岁。 不过, 这段感情也是只维持了几个月。 19年8月, 肖亚轩和男友黄浩公开恋情。 这个黄浩出生于1995年, 小了肖亚轩16岁。 人也是又高又帅。 这段恋情一直维持到现在, 也算是非常稳定了。 肖亚轩曾在节目中说, 我从来不把25岁以上的男人放在眼里。 客观来说, 肖亚轩比很多明星都要幸运。 本身就是富二代。 2010年, 妈妈去世后, 她更是继承了上亿财产和公司股份。 钱多到花不完, 而且一出道就红了, 根本不存在什么低沉期。 妥妥地华语歌谈天后。 有钱, 有言, 有名气, 有魅力。 这样的女人哪个男人不爱? 她有的是资本。 所以, 如此安逸幸福的她, 在事业上明显后劲不足。 1087专辑后, 陆续发了三面下娃, 潇洒小姐等等, 但都不如之前那样火爆。 14年后, 6年未发专辑, 去年发了一张演示反响平平。 最新的演唱会记录还停留在11年, 拍的影视剧也是寥寥无几, 倒是去年参加了女儿们的恋爱和吐槽大会, 多了一些热度。 如今, 42岁的她未婚未育, 和小鲜肉男友黄浩感情依旧不错, 过着惬意的富婆生活, 也不失为一种幸福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她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